大家好,我们是拍摄狂了 今天我们 一个劲儿 一个大劲儿 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日产 日产,那就是什么 我们的小奇达的 好的,下一次我们的行程 就要去新疆了 去新疆也要考虑说 能不能在车上睡觉 那么小奇达有一个特点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能不能睡觉呢 能不能睡觉取决于这个车子 后背墙能不能打平 我们这次去新疆 打算换小奇达走了 但是也有时候 需要睡在车上 所以需要把它改成床车 对 哇,那这个打 这个打下来跟窝窝不一样 这还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对啊 你还不知道吧 所以 我们就买在这么一个劲儿 哇 哦,这是个架子吗 把它架起来吗 对 就把它填起来 来试试看一看 能不能 诶 好像 可以 看一看 诶 诶 好像是平 平了 诶好像还可以 先去把那个床垫拿下来 把床垫拿下来 把床垫拿过来看能睡上去 尺寸看一下 好的 床垫拿到了 好像还行呢 你先把那个头上也打气 打一下 看一下整个长度 这个气枕 枕头已经打起来了 明显这个枕头已经放不下了 整个长度已经 我们之前 之前在卧 卧上面这个枕头是完全可以平打下去 而且还会有空间的 头前还有空间的 现在已经完全 这样的话是没法睡的 我把座椅往前挪 好了我们现在把座椅往前挪 而且座椅靠背 尽量的去把它打直一点 但是又要留空间 给前面的这个座位上放东西 所以目前的话 先按照这样一个布局 我们后面 如果是这样挪了之后 后面应该是可以睡的 曼哥你来躺一下看看 马上去试试长度看看 试试 感受一下空间如何 往下挪 这下面要垫点东西 没关系 我们包垫在下面就好了一些 你关一下后备箱看看 小心啊 怎么样 还行 还行 下面要垫个东西 下面垫东西就好了 好的 可以去 好 克服困难 克服困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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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